大家好,这节课我们学习Microbit教程倾斜开关 倾斜开关它是一款简单实惠的倾斜位置感应器 它能够感应到位置倾斜,把倾斜位置转化为数字信号 所以说我们这个传感器它也属于数字传感器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倾斜开关的样子 它的样子是非常的简单的 这就是一个倾斜开关 然后我们把这个倾斜刚刚拿到手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倾斜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觉到里面有一颗小珠子 或者我们晃动的时候 就可以感觉到里面的小珠子在里面滚动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安装 安装到拓展板的P0管脚 然后安装进我们的积木 然后这里之所以会亮的是因为 是因为我们这里有上一个程序在这里 所以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这节课呢主要是在我们倾斜的时候 让这个LLD灯亮起来进行一个报警 所以我们现在打开这个在线编程器 打开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编程 然后我们最基本的呢就是要读取它的工作状态 所以我们要把这三个法宝给拉出来 然后我们数字读取 这个是一定在一起的 那我们就下载 下载完之后呢我们就要用笔 或者我们记忆力好呢直接记一下它这个状态 我们现在是没有触碰它也没有让它倾斜的 也就是说它在平稳平行的状态下呢它是一 比如我们倾斜一下呢 我们倾斜一下之后它就变成了0 我们往这边倾斜呢它还是等于1 那我们往这边倾斜呢它就等于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倾斜模块呢它是一个单向的倾斜模块 这个倾斜模块它还有一种是双向的 那我们这里用一种简单的单向倾斜 也就是说我们向左边倾斜的时候 它就会报警 那我们倾斜之后这个数据是0 那么说如果这个读取的银桨它等于0 如果等于0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这个银桨这边写入这个银桨 然后我们这个LED灯呢它是安装在PE的 这个是PE我们看清楚 然后我们就点亮它 其实这个是很简单 那我们再复制一个 如果它等于1呢 如果它等于1那我们就把这个灯给关掉 那我们就把这个设置为0 现在我们在这个显示数字呢我们可以不用它 那我们直接把它删掉 然后把它组装过来 现在我们下载把它下载到我们的麦克银 下载完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测试一下这个程序 现在已经提示下载完了 那我们试着倾斜一下 我们先向这边 这边倾斜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要向这边 我们一倾斜过来之后这个灯就亮了 然后我们一倾斜 这个红灯就会亮起 然后它就是一个报警 然后我们可以打开这个手机 看一下这个手机里面的这个水平仪 然后把这个手机水平仪放到这里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是否倾斜 那我们现在倾斜 我们现在已经在倾斜了 所以说我们只要倾斜了之后 它就可以进行一个检测一个报告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它倾斜之后 我们就可以点亮一个LED灯 那么我们也可以去点亮一个风鸣器 让这个风鸣器唱歌跳舞都可以 如果要跳舞的话 我们就用电击去控制它 然后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了 然后也是非常的简单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这里呢就是一个参考程序 来吧 谢谢大家 再次复充满